说故事的 听故事的 无论是谁 都是角色 欢乐的 悲伤的 不管什么 都值得分享 今后往家丢story 献给喜欢故事的你们 欢迎视频 本期大家的story节目 我是司尚 我是龙满 大家好 我是猫牧师 开场这首歌 来自Bull Thrower的 War Eater 这个乐队是一个专门唱 以战锤的混沌军团为主题的 金属乐的一个乐队 我一直很想用 不过他们的歌 说实话 不是很乐 所以过于硬核 只能勉强用 而这一期 我们混沌的军团故事 正好 讲到最后的最后 正好还剩一个War Eater 我们就拿这首开场 所以我们请帮忙 先从世界吞噬者战团开说 我都没听你们提过这个 是 这个团 这不能 这团应该是个 这团之间经常提到 样板一样的孔虐战团 对 就是孔虐气氧的代表战团 然后之前其实 就是节目里有提到很多次了 然后之前开始说混沌的时候 说那个就是什么混沌 下了一个人 然后对面那个阵线一看下了 下了卡恩 还记得卡恩吗 就不行了 就赶紧撤退吧 全完了 就这个 就是这个团的 团的战神 这个团 其实也很简单 然后这个是夏宝老师最喜欢的团 然后夏宝意思是 让我少说几句 回头他讲的时候可以多讲 然后我就大概讲一讲 这团的这个就是背景 然后他的特点 然后回头如果下本那天录 他可以详细的讲讲 再说有趣的这些事 这个刚才说的是一个 就是代表性的孔虐信仰的团 然后孔虐是一个 就是战争之神 雪神 然后他的这个团的特色 就是狂战士 就是Berserker 然后就是一种那种 剑血就风 然后进入到肉搏之中 就不顾一切 然后特别疯狂的那种 一个那种凶猛的一个团 他的团的原体 安格隆 然后就是早年在 就是最开始 不是混沌之风 把所有的这些原体 吹到银河的各地 然后他吹到的那个地方 就是一个特别艰苦的一个星球 然后那个星球 大众的娱乐方式 就是看这个角度比赛 然后他就是成为了一个角度士 对 然后一直在这角度士的生活之中 就是摸哈滚打 并且他就是有点斯巴达精神 那样的感觉 就是带领了一群人 要反抗这个暴政 要推翻这个星球上的政权 然后但是他们其实 还是比较势单力薄 然后后来在他们进行的过程中 这个神皇来了 他有的那个军团是把这个自己星球平了 就是有的原体是把自己星球平了 然后有的是就是把星球建设很好 他是进行到过程中 然后革命中 对 神皇来了 神皇来了之后 就是要把他直接都带走 但是他们还要进行一个 就是还没有把这个事给去进行完 然后他就拒绝了神皇的请求 他要自己去做这事 而且拒绝就是神皇的帮助 对 他想就是自己去完成这个事 有一种那种荣耀感和那种 角度士一样的那种 对那种 斗士的荣耀 斗士的那种战士的荣耀在里面 和执着吧 就是在里面 结果呢 这个确实还是寡不敌众 在他要和这些 就是跟他一块奋战的这种同胞兄弟 这个一起摸哈滚打上来的这些 这些队友一块 就是要英勇就义的时候 神皇给他给救走了 对 等于说这个事也是在他心中埋下了一个 心病 一个心病 相反于起事还是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而且还丢下了自己这个兄弟 所以就感觉很不好 其实跟之前那个摸塔利安 这个有点类似吧 其实很多混沌战团呢 应该说很多的这个 就是 元体和军团 他们不管忠诚的还是混沌的 都在这个性格上啊 还有军团的特点上 互相有接近的地方 有相同的地方 又有特别大的这种矛盾的感觉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 他有意思的地方 然后这个安哥龙被神皇接走之后 当然就是委任了他一个军团了 当然这个军团 他其实是就是很不开心自己 就是等于这个 这个就是说 临时就走 没有完成这个事 而且看着兄弟都在身边死了 这个事一直是在他心头 就是缠绕在他心头 他接走之后就一直都特别不开心 一直不开心 所以给他军团了之后 他也不开心 就是他其实一开始就不太喜欢 自己的这个 就是给自己这个差事 所以对他的给他 就是这些子嗣也不是特别有感情 不像别的团那样 就是 但是他的这些子嗣 其实就是给他安排的这些这个军团的士兵 其实是很开心的 自己有这个一个原体来带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这些军团的就是就是他手下的这些战士们 其实是有点说想想办法想要去了解他们的这个原体 去跟他沟通 去就是搞好关系 但是他自己呢 就安格隆他自己其实并不太在意这些事情 有点自闭 就有点自闭 然后导致了说他们的这个军团里头有一种这种 就觉得无形的这种隔阂或者什么 焦虑感 然后安格隆他就是一般在战场上的这个风格 也是立马当先冲到前头 然后不管说是他是想要就是说说说就是杀个痛快 还是说这个就是死了算了 还有他有想死的想法 其实可能会有这种这种感觉 然后还是什么叫心态吧 就是总之是和他原本的这种军团正常的运作的建制 或者战斗的方式可能还是有相背相出路 有了军团打回去不就完了吗 是打回去 就是肯定是打 就其实他吞噬者就算是到了混沌的 就是变成混沌完全性了这个孔军之后 他自己也有坦克也有远程中武器 也有那个不是肉搏的人 当时肯定也是有了 然后但是他这个风格这样慢慢就会转成这样 反正就是战斗风格比较偏激 比较就是偏肉搏吧 那也不能说偏激就是肯定一个星际战士 就是星际战士的团里头有要负责这个肉搏战的 也有要负责这个远程支援的嘛 然后呢他的这个还做了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安格隆要把所有的军团里头的人 植入一个叫屠夫之钉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一个就是植入到他体内的一个 应该说是人类黑暗时代的一个黑科技 黑科技它是应该算个刑具 算一个这种拷问工具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 作用是什么呢 作用就是刺激他的 就是等于说植入到身体里头 和他这种神经啊什么的全都连接到一起 然后他如果不去做这种战斗的事情 他就会痛苦 就只要做战斗与外的事情 他都会痛苦 有点像是那个他之前带着星球上那种 给角度势用的 就应该就是星球上给他用 就是让他角度势用的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也没法摘摘出来就会死 然后因为都跟神经什么的植入到一起了 而且他会对灵能有这个就是抗拒反应 会有灵能在旁边 就是灵能者或者什么使灵能在旁边的话 他都会难受非常痛苦 所以后来吞噬者就都没有那个灵能者了 当然这个东西也是会慢慢把人给逼疯 让他越来越就是狂躁 然后越来越倾向去战斗 然后不顾其他的事情 安格隆他自己也是就是深受这个几苦 然后他的这些就是军团的这些这些成员 可能是说为了说通过这个方式来和原体达到一个共鸣 来达到一个协调 然后通过这个方式来理解原体的痛苦 然后所以可能有的 也当然也一定有这种强迫的一定的成分在里头 所以可能有的这个人是自愿 有的可能半自愿 有的可能就是强迫被执弱 全团都有这个东西 全团都有这个东西了 所以他们在后期的这个就是随着时间的推演吧 他就会越来越倾向于去肉搏 倾向于去战斗 就满脑子就只想要战斗 然后这个东西实际上本身也是在不断的去毒害安格隆自己 就是有人说啊 说这个就是推测并不是说写出来的东西啊 就是说有人说觉得可能这些原体本身就是有这种压空间 都就都所有原体可能都有这个压空间的灵能的一些特质 所以说他自己植入这自己就是一定能发生的源 自己排着自己 自己排着自己 自己就很痛苦 早晚他不会被这个拖累死 所以后来这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罗家 还原者的罗家 然后跟安格隆一起 然后去就是进行了一个仪式 然后就是把安格隆通过仪式给变成了一个魔王子 然后通过这个仪式变成魔王子 去除了这个这个这屠夫之丁的影响 所以他导致投降混沌还是获得救赎 获得救赎就反正是救了他一下 也不能说是救赎吧 总之就是 缓解点 救了一下他的这个就是物理上的救了一下 就这种感觉 但是很多这个就是吞噬者 他们的成员是不知道 罗家是出于好意 就或者罗家是出于什么目的 出于这个想救他的这个想法 他们认为就是罗家把他这个变成了一个恶魔 然后所以很多这个吞噬者对还原者还是有仇恨 他觉得你是把原体就是脱向了一个更堕落的一个什么 就是一点战士荣耀什么的 什么都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是就是他等于说也是一个 就虽然说比较脑筋比较直一根筋 但是充满了那种地上凉山的那种豪瀚的那种悲剧感 是是是是是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他里头的那个就是比较有名的那个卡恩 然后当然他也是就是就我们之前说卡恩 他其实是很冷静的一个人开始 然后后来慢慢随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压到他身上 包括原体变成恶魔了 包括这个好友被就是暗算了 然后等等的原因让他就是也是什么放弃思考 这变成恶魔应该是叛乱之后的事 叛乱过程中 叛乱过程中 那是他的一个那个应该是叫阴影战争还是好像是阴影战争的就是判断过程中的一个一个战役的发生的事情 然后卡恩是就是说后来就卡恩其实他是就是开始很正常 然后慢慢的去变成了一个就是逐渐的去混沌方体思考 然后去投靠投入混沌 不用想我还是要比想这些破事更开心 只杀人要好得多 那是 然后也受到了这个孔虐的就是本人的这个青睐 然后卡恩实际上他死过很多次 就是其实很多混沌的这个就是有名的角色都有死的这个事 然后都是混沌猪神会把他给复活 卡恩也是 然后他是攻打这个地球就最后太大战的时候 然后也死了 然后死了之后应该说是就休眠了植物人吧 然后给救上之后 然后这个有一堆这种就是权力更迭的时候 有一堆这个孔虐蛇想把他给干掉 直接在这个就医疗室里头把给做掉 结果在这过程中他有就是医疗室有他的人 有卡恩忠于卡恩的这边的人 然后在打斗过程中有血见到了卡恩身上 然后卡恩直接就是跳起来 然后复活 然后关键是就是特别夸张 就是说没有穿动力甲 就把这个穿动力甲 军力战都给踢下来 然后走弄死了 不愧是这个 就已经变成一个混沌猛男了 就变成后来的那种卡恩了 孔虐也是很满意 然后后来有在别的战斗中又死过 后来又被复活了 反正以此以往吧 就是真正投靠混沌的这些 就是完成中英混沌的混沌猪神 如果特别满意的话 都会给很多这种加持这种的东西 那说回到大叛乱时期 其实整个这个吞噬者的这个叛逃 其实就是这么想很顺利成长 整个团本身就精神状态就很不正常 对就不太好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被相当于被洛家 算是蛊惑 还是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至少是安格隆决定去先变成恶魔 差不多是这个过程 安格隆他 我不太记得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反正是安格隆和洛家一起去打这场战役 然后在这过程中是洛家使了这个法术 安格隆是 安格隆应该是知道这个事的 然后把它给变成 对 他是 我记得应该他是知道这个事的 其实也还是比较自愿的投向了这个鞋身 他们因为安格隆和这个罗家在打这个战役的过程中 实际上也是 就是 又跟之前类似就是并且作战了好长时间 然后包括什么 一个泰坦踩过来 然后安格隆就是扛住那个泰坦的脚 然后保护罗家 过命兄弟 就类似这种 对 所以他们其实也是知道这个事的 然后一交心就觉得信一下了解一下 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包括这个和洛斯的一些操作 包括这个事 那会儿其实已经就是已经就是新混沌了 然后也算是在大盘大盘乱中 这个战斗完之后也是进入到恐惧之眼 对 然后进入到恐惧之眼之后 也做了很多就是比较有名的事情 就包括这个坎恩 然后比较重要的一个事 就是说帝王之子和这个吞噬者 他们原本啊 就是很多原本这个混沌星期战士的这个军团 都是建制很完整的 但是后来到40K时代就变得非常散了 就变成战邦了 就一个一个的各自为战了 一个人一个领主带几个人就出家了 然后原本帝王之子和这个吞噬者还是很完整的 然后后来曾经是很完整建制 结果后来在一个叫什么 叫斯卡拉瑟斯 大概是这个 一个星球上 然后两拨人打 也是为抢农历 为抢资源这类的东西 打起来 当然这个星球会有一个很漫长的一个 就是寒冬的这个时期 就会把星球战争都动到自己掩体出不去 然后结果这个在这个过程中 然后卡恩就是已经是一个嗜血疯子了 然后他就是拿起一个烹火器 然后这个就是说就是意思说 就得要把人赶出去去干他们 就得去杀人 然后就烧自己的这个队友 然后烧这些跟跟着他的这个狂战 把他们都赶出去 然后去跟那个这个这个狂战争打 结果就导致了后来这个 也不是狂战争当中 就反正也是在混沌的事打一打去 都会都会死人 砍自己人也一样 然后就导致了说 以这个事为契机 这个吞许者他分裂了 就是慢慢分成了很多的这个小战团 因为总等于说能干出这种事 已经没有当时的那种兄弟情谊了 当然后来好像我记得是六版的时候 就是卡恩拿的那个烹火器 还成了书里规则里的一个神器 然后还特厉害 然后好像还有那个规则注解 就是他好像背景还特地说了 说这个烹火器其实是奸骑的一个 就是计谋 就是一个奸骑就是弄的一个神器 就为了破坏敌对的这个神的力量 还要这么一出 反正就是从这之后 他拆分之后 吞许者就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 孔略的战场 孔略的战场 就是一手握大斧 一手拿热熔手枪之类 或者是 或者是就握大斧 一手拿大斧 一手拿连锯剑什么的 都有 冲手去砍他妈的那种 就不顾一切那种 因为他们确实时间越长 你能过了一万年了 然后他越不杀人 越痛苦的这个事 他肯定是要 就是很多叛逃性战士 还留着这个什么 突破之境 对 而且可能他们会把这个新来的 也去给植入这个东西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这个 血迹血神是吧 对 他要 他要 天生就得信孔孽 是 你不打仗难受啊 那你不信孔孽怎么办 所以其实这个和 就是之前在 不是说上次说一个 那个卢修斯的小说 然后卢修斯小说开始 就是他们 帝王之子和 这个 吞逐者的一波打 然后两拨人 其实都是去杀人的时候 去 获得快了 获得这种快感 但是又不一样 是的 就是信孔孽的 这个就是 感觉就是说 说这就是 所有人都是我杀父仇人 我把他手刃了 我就特别爽 就是那种 大仇得报 那种憎恨那种爽 然后那个 帝王之子就是 就是精神嗑药的那种爽 就砍着特别快乐 就追求的是这种 愉悦感 就这种 都是杀人爽 但是爽的点不一样 就这种感觉 然后 差不多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可能有一些细节 因为本来下部要说嘛 所以可能也没仔细查 然后 给大家留个印象 给大家留个印象 然后有错的话 大家指出一下吧 然后回头让下部再补充呗 就是一个纯粹而直接的团 对 就是卡特曼的 无双团 无双团 但是大部分作品里都是 很经常会被当成混沌的那种杂兵 然后被主角 这样被无双 小boss至少是 因为这种狂战什么 上来就打 其实就特别像那种 就是预战的那种 普通的杂兵的那种感觉 还有什么中boss那种 出来跟你试试办 比较好用这种设定 拿来就打 他也不用说 就告诉说 这团子 那就理解了 看什么 反正就是打 你也不用去编什么 你说比方你弄一千子什么 你还要编点阴谋诡计 弄一α你还得弄点计谋 对 很难用 这就是卡 你不弄了 人家觉得你不对 但是你这个 是吧 就是登陆 卡就完了 确实可能会有很多混沌玩家 很喜欢这种爽快设计 爽快的设计 简单直截 行 我们简单说了一下 这吞噬者之后 应该还剩最后一个 还剩最后一个 就是钢铁战士 然后刚才说是钢铁战士 觉得特别没存在感 有点素 其实钢铁战士 应该说看过一遍故事之后 就印象挺深的 钢铁战士还是一个 挺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团 他就是之前我们说 就是留两个人 然后两个员工 都在一个公司上班 都是搞技术的 然后一个人 就这俩人技术都很好 然后但是一个人特别跳 然后干出点什么 就跟所有人说 说老板又给我发奖金了 这是我干的 特秀 特别秀 特别挑 另外一个就是埋头苦干 任劳任怨 然后脏活累活都是他干 前面那就是 前面那就是端 帝王之权的 后面这就是钢铁战士的 就是佩特拉伯 老佩 然后一般叫皮老板 皮特拉伯 叫皮老板 老皮老佩 然后管他叫什么黑心包公头 因为他经常去 他主要其实负责的是拆迁 就是拆迁方面的波公头 就是他负责的是工程 专门打这种硬仗 然后脾气特别不好 然后是一个正经的去反映了半君如半虎 这个词的一个人物 他手下的指挥体系叫三叉戟 就是三个人 三个指挥 然后基本活不了多长时间 就一生气 就打死 就这种 就是对手下比较严苦 然后心动不好 随便就全脚相加 但是之前第一次的时候 应该说过 就是说其实钢铁战士 他的原体是一个内心系很丰富 外表很粗犯的汗 就是触边不惊 不显然不露水的一个人 他内心想的是 最终理想就是自己穿着希腊式的长袍 希腊式的凉鞋 然后以一个学者的身份 然后在各大学院和自己建的那种特别美好的城市之间 去跟人探讨哲学 唯一青年 然后去聊一些这种高深的话题 他是这样一个理想 但是现实就不太一样 现实他是一个特别阴沉冷酷 面无表情的那种角色 对 暴君感觉的角色 然后有一个英文去形容钢铁战士的特点 就是Bitness Bitness 就是中文不知道怎么翻译 Bitness 就是说是叫 就是苦逼吧 就是 苦涩 就是特别 就是他们这些这个团 就是特别苦 然后那个就是特别惨 然后又是特别 当然又特别隐忍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苦逼 其实就是最合适 就是苦逼 说是为什么是这样呢 第一个是可能是有何鲁斯的这个操作 第二个是他确实擅长的是这个 他们团经常就是开战就得来 然后工程什么的嘛 对 然后打到最后再走 然后荣耀又归别人 打完了工程结束任务结束了 就是最累的活结束之后 其他那些花点虎哨的 就花点虎哨的过来宣传一下 这还者宣传一下教义啊 然后什么这个帝王之子过来 搞搞艺术 记得万过来怎么发表一番演讲啊 就就是经常是这样啊 所以说导致就是有点不公平对待吧 但是呢 他们这团的这个特点又是比较隐忍的 就全都把火噎在肚子里啊 当然这皮老板他自己也很不开心啊 所以也有戳号叫不高兴 他自己也很不开心 而且还经常派给他们一些就是那种 极难的那种 极难的那种 极难的任务的任务 就比方说说有一个星球十三亿人 十个钢铁站去把守 就这样啊 就经常去做一些这种就是特别困苦的 高强度的工作 结果这就导致他在这个战斗的过程中 也有点追求这个杀戮快感 也有点追求这个释放感 他们就是要么投降要么死 当然就很多时候他们都选择 就是直接都把人都杀了就完了 简单明了 说到这那个要不要再说一下这个原体的故事 说一下 这个原体呢 因为马上要说到 就是说他们这个引发什么后果 这个先说原体是怎么回事 他是就是发现他的时候 他不是都是飘落到各个星球吗 本地人发现他的时候 本地是一什么地方 是一个叫奥林匹亚的一个星球 然后呢 就是希腊的那种感觉 所以为什么说穿希腊长袍什么 凉鞋那个 因为他出生的星球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这奥林匹亚的星球呢 也是分这种等级 这个多山 山上呢 就建很多要塞 然后这些势力强大的军阀打来打去 都住在要塞里头 这个 所以这个星球的特点 就是说你掌握了这种工程技巧 掌握了这种战略 就是 攻坚能力 你就能在星球上特别厉害 他需要的是这个 全是山地 占据优势地位 他就特别强 这个 佩德拉伯这个皮老板被发现的时候呢 正在爬山呢 一小孩 他们都觉得很惊讶 这个 有点异于常人 于是呢 一个大军阀就把他给收为自己的 这个养子 然后培养他 并且就是说 也给他一些这种 就是情形上的关怀 但是发现这个小孩从小就阴沉 挨打不理 自闭 你给他这种感情的投入也得不到回报 但是他还是出色的成为了一个很强的这个攻坚打石 后来呢 这个神皇就过来了 过来之后 这个带走了他 并且把这个军团的这个任务交给他 但是这个时候他可没有完全把这个 奥林匹亚给 就是打下来 没有打下来 导致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 产生很重大影响 他就被带走了 然后接着就是那些苦逼的生活 开始了 就开始了 在这个苦逼的生活的过程中呢 赫兹斯有一天给他一个信 说 就是你家里后院失火 家里出事了 你家里出事了 你这个奥林匹亚整个是暴乱了 然后这个整个这个星球动漫不堪 然后这个就是原本的一群暴民 要把你之前建的这些城邦全都给推翻 全都给打坏 他就一听就等于说是因为这个事 窜起他的火 就把所有的这些 这些火都都在这个爆发点给窜起来了 他就觉得就所有的原体 都能有一好的这种家乡的这种环境 比方说 他自己五百十戒什么的都发展很好 他建设特别棒 然后多恩去保卫王公 各种各样都特别好 就我自己 又干这种累的活 啥也没落着 还不过发奖金 荣耀还都归于多恩 关键多恩还老在别人面前吹我的 这个建的地球防卫特别厉害 谁都 就是我的防御特别 我的盾是实际上最强的盾 什么毛也戳不穿 然后我皮老板是一个做毛的 这各种各样的事情 很不穿 他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就开始 就是屠杀 就把这些暴民什么的 或者任何觉得异端分子 就都给干掉 结果在杀肚的过程中 最后死了五百万人 杀完了 清醒了过来 就跟一个醉汉 狂欢结束之后 清醒过来 就开始后悔了 就觉得我靠 怎么能 这样 就这样呢 我们原来就是不管你说做什么样的事情 你好歹算是一个英雄 你都被人当作英雄去崇拜 包括在这奥林匹亚上 我打消了很多这种城市 都把我是为解放者 是一个英雄 结果我现在就变成一屠夫了 完全之前的这种行径全都没有了 就全被这一场屠杀全给那什么了 很悔恨 在这个悔恨的过程中呢 又有新的消息传来了 就是和洛斯接干而起 也不能说接干而起 就是和洛斯叛变了 兄弟们已经开始打成一团了 然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他就觉得就 没有什么事是一个正常的事 就无所谓了 三观崩了 能理解这种 对三观崩了 三观尽失 就三观尽失了 就没有什么兄弟情谊什么的 这都是假的 这什么乱拔招 没有这些 结果就这样就投靠混沌了 他决定 也是有点这种放飞自我 有点这个三观崩会放弃了 甚至都不是说 冷静的思考了 跟哪个邪神说看对眼 或者接受哪个邪神信仰 对他没有这个 他就是觉得算了 也不想在帝国那边待了 对 因为也对他不好 是 然后就走了 对 就有点是说 就是做了一些特别的特定的事之后 他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然后他就会去往一个 就是自甘堕落 或者会去往一个 我放弃的 对 偏激的方向去走 其实很容易有这种心情 整个钢铁战士 就是在大盘乱期间 就是也有非常高强的战斗 对 其实他在大盘乱还是得负责这些事 虽然判断到了何鲁斯那边 但是不一样 一个是 你非让你干出来的事 一个是我自己干这些事 我想怎么杀怎么杀 我想怎么安排怎么安排 释放 而且这个何鲁斯 他就是 这会儿肯定都该听我的 去设计指挥路线什么的 那想法肯定都不一样了 就是有一个立场上的不同 还是 然后包括钢铁战士 也会去负责一些 这种后勤补给的 这种维持工作 在判断过程中 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情 然后他最后是 也是参与到了 泰拉的工程站之中 因为他最核心的 讨厌的一个人就是多恩 这就是一个 毛雨顿的一个 可能主要为了打他 所以他选了 而且这俩人性格也确实差太多 而且多恩之前龙马那一期不在 多恩特别讨厌 知道吗 讨厌 特别讨厌 就到处跳 人家伟爷领主 他跟人谈谈心 然后多恩知道 就跳上说 你怎么这样 你这人思想不好 怎么着的 就成天就干这种事 谁都不太着急待 反正当时也是很多人说 得快总算找几个人 动一顿 对 然后所以说他就专门愿意干这事 他也解决仇敌 地球防卫权破处者 攻坚者 对 当然实际上阿拉法是主要负责 开始削弱地球防卫的 上次我们讲 地球是把多恩处死了 可以召回一半叛变的团 很尴尬 我觉得很有这个可能 然后最后阿拉法先负责 把地球外围的 太阳系的防卫给削弱 然后真正是打到地球的时候 地球皇宫的防卫 防御攻坚战 是钢铁战负责的 当然虽然说最后 要把皇宫打穿了 要把工程攻下来了 但是这时候 何鲁斯被干掉了 所以就撤退了 所以说其实还是没打下来 所以说钢铁战士 还是压着火 还是没打下来 不少 虽然说再给几分钟 就能给打下来这种 但是还是没打下来 但是时间没有过多久 钢铁战士就设计了一个 就是计策去坑这个端 这就后来特别有名 然后很多人因为这个战役 喜欢上钢铁战士 就是因为很多人本身讨厌端 然后有这么一特别解气的战斗之后 就觉得特别畅快 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战役叫钢铁囚龙 是什么意思呢 后来奥林匹亚也在钢铁战士的驻军的 这个支持之下 就是撑了一段时间 但是其实他还是在就是帝国版图之内的 然后后来就被帝国还是给打下来了 然后那个钢铁战士也等于说 就是有点交赌政策吧 就是就是把自己的这个 母亲全都一平 然后就撤走了 当然这个钢铁囚龙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去发生的一个战斗 就是呢 多安实际上他是想去就是打一个正面战斗 就是因为多安其实他是一个就是特别注重荣耀 或者这种就是特别虚荣嘛 我们今天说 特别虚荣的一个人 然后呢 这个多安想跟钢铁战士打一场长长正正的战斗 当然这个皮老板是一个很阴险的一个角色 所以呢 这个他就是精心计划了一个 就是精心建造了一个就是叫就是什么钢铁要塞 永恒要塞 一个城 一个一个城 就是可能想多安看看 你看这是我建的一个城 你看你 特别防卫厉害 叫永恒要塞 永恒你也打不下来 挑补性 端就中套了 其实这个永恒要塞呢 是一个陷阱 它就不是一城 要塞中间是一个方圆二十平方米的一个 由掩体 炮楼 雷区 战壕 铁丝网 反坦克 壕沟 构成的一个这个防御体系 然后中心辐射出的一个八角形的隧道 将就是地底的这个隧道网络啊 将地表的这个支撑点给连接起来 八角形的也是混沌的那个八方星 然后当然这可能这不不关键啊 这细节 然后呢 所有的这些隧道入口实际上都做了这种掩盖的伪装 就你不知道这块是入口 是隧道 地道站 这个要塞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地方 最主要的明显的那个建筑物 其实是一个假目标 嗯 他做的这个整个这个二十平方英尺的基本上就是一个为了引游人下来之后好去围歼人的一个这么一个屠宰场 这个佩拉伯就和钢野战士是就是在这个地下网络里头都呆好了 潜伏 啊 潜伏好了 这个帝王之泉按照正常新军战士的流程先来一堆轨道轰炸 啊 先是轰炸一批啊 那炸完了啥也没有嘛 地表上都不在嘛 然后呢 这个钢野战士呢 被炸完之后是发射了这种要塞中的这种这个这个就是防空的这种火力 然后进行反击 然后呃 帝王之泉呢 在这个就是双方的这没有意义的交火之后迅速的就开始争复战了 派了这个雷鹰去空降了一批这个部队去打击 反反就是防空警 就是导弹警 啊 这个 到了那儿之后钢野战士直接就把那个防空警给引爆 等于这帮人全都全蛇里头了 啊 而且呢 开 而且把这个就是一些这种钢铁碎片和这种就是反通讯的阻碍通讯的这种碎片给抛到空中 阻碍了地面和空中的这个支援 哎 这个发射完 就是爆破完了这个发射警之后呢 就是钢铁战士舰队反击的时候了 啊 这个大部分雷鹰被困在地表 嗯 这个钢铁战士步兵就冲出来去攻击这些这个 这个 就是被困在地表这些雷鹰啊和其他的这些东路的这个战士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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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个小时的这个激战之后 然后行星上唯一残留的目标就只剩下这个佩特拉伯预先计划中的猎物也就是这个多安本人了啊 帝特拉伯领着太空的这个猛烈攻击将四个连作为这个前锋去继续的去进攻 哦 然后呃 呃 呃 佩特拉伯在一座撩望塔上去观察他们的动向 开始一步一步去摧毁帝王之拳的行动 啊 首先是他排就是埋着这些地雷去产生了效果 嗯 嗯 钢铁战士就是产生效果之后就是爆破了一部分的就是打击了一部分的帝王之拳的力量嘛 嗯 然后刚铁战士就开始进入到自己战壕和各自的这个位置 然后呃用这个就是从不知道哪来的就是帝王之拳会发生就不知道从哪来的这种重武器去把他的这些坦克呀 这些一些比较呃有效的反甲力量和这种工程的这种呃就是装甲全都被消灭了 就相当于把他围在压在这个永恒 压在这永恒就是压在这片区域里头就是打游击或者是就不断的去围着你歼灭 然后打一枪然后我就躲到地道就跑 然后你追过来就中地雷或者在我后方有这个激光热熔去打去揍你啊 然后这个 等于说通过这样而且他是就是有多条网络嘛 他是等于把这个帝王之拳的力量是逐步给分割开了啊 啊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这个坦克也是没法互相掩护 然后步兵呢也是遭到了这个就是各种各方面的打击有点打不着找不着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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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情况已经很混了啊 啊 啊 但是呢 多恩仍然相信自己能打下这个这个这个要塞啊 啊 于是就下令了我们全部全力进攻啊 啊 佩拉伯在后方指挥说让部队交替的掩护撤退啊 啊 然后进一步去右敌深入 慢慢的呢 他不同的方向来的不同的敌人 这个帝王之拳全力进攻那肯定是奔不同方去 那就越来越远越来越分割 隔得越来越大 啊 这个逐渐就就是孤就是被孤离开啊 啊 帝王之拳就是一天之内苦战了六次 整个这个 就是这个战团都是疲惫不堪 而且活下来的这个就是星星战士也深陷充闻 嗯 他们是全力进攻协调的一次性的去出击 但是钢铁战士是有缓有休息 间隔性的不断的去循环的去打击 他就越来越惨越来越这个疲惫 越来越拖着这个这个身体越来越打得特别艰苦啊 而且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人家休息好了我就过来打 你这刚休息就过来了 等于说这些这个活下的这个战士们是深陷重围 而且只能是拿甚至说拿自己同伴的这个尸体做掩体去还击敌 打得非常惨 啊 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佩特拉伯还是因为到他计划中了嘛 他还是非常开心的 然后看着这个 多恩啊 现在是干什么呢 看着这佩特拉伯看着多恩是沿着战壕乱跑 大声呼喊着佩特拉伯的名字 并且要求单挑啊 然后因为然后这个佩特拉伯更开心了 因为他知道这个帝王之权战士看到他们的原体这样 肯定就更心情造招了 年年扫地这就是了 这个就这场仗持续了三个月 好 帝王之权深陷泥潭无法自拔 下属纷纷建议撤退 但是多恩拒绝了这些建议 他仍然四处要求这个佩特拉伯现身和他单挑 然后帝王之权其他的这些 这个士兵们不愿意看到原体在这战死 就留下来陪就是和他同龙共死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这个佩特拉伯最大的这个错误呢 就是说就是玩的时间太长了 其实已经可以去消灭地人 但是他还要就是在这折磨他 结果玩耗子 最后这个纪尼曼是过来救了 看不下去了 他觉得打成这得了 本来我们其实是说好一块去的 你非要自己去 你看着你 看你作的是吧 然后他就带着援军过来了 那带着援军过来 这个佩特拉伯不能再这什么了 因为这个计划实际上陷阱什么的 你被人看透了 人家再打你也没有什么优势了 然后于是他就带着这个援军过来 开始这个就是解救多恩 然后这个佩特拉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就是撤退了 但是呢他还是全力的去阻止这个帝王之权 去带走死伤者 死伤者 多恩结果是在此战之后 就是就精神崩溃了 就可以说是 然后他和这个帝国之权军团 首先他打的这军团也都很残缺了 然后他自己的心态也崩了 然后他和帝王之权是在19年之后 才又欣欣冲回战场 然后有超过400名的星期战士 永远留在了这个永恒要塞上 这个佩特拉伯把这场战斗中 拿到所有的这些帝王之权精神种子 献给了混沌 献给了混沌之身 然后他因为这个事成为了我们王子 就金生成恶魔王子 然后就等于说这个事是 他就是替这个自己出了口恶气 而且还在这个混沌里 这个有了一亩三分地 有一亩三分地 后来他是就是也撤退到了混沌之眼里头 在一个 后来是在一个挺北欧风格的一个星球上 叫什么米德 不是叫米德加德 反正叫米德什么 就跟那个米德加德特别像 然后在那个星球上 然后他建了一个 整个星球就建成了一个大监狱 一个要塞 然后就特别有刚才战士风格 然后抓了大量的奴隶进去 然后包括刚才战士 他自己有这个就是产星期战士的方法 别的很多团要做新的星期战士 他得找法比无私 就上次我们讲的一个帝王之子的坑洞大师 特别擅长这种医疗改造 能自己甚至能造原体 很多人都得找他 去跟他谈一个条件 去一个交换 要不然你是没法自己造新的星期战士的 然后钢铁战士是自己有造新的战士的方式 而且这个方式特别就是日式公口本 是吗 就是他抓了一些这种人类女性 然后那个通过就是改造和这个折磨吧 把他们就弄成一个那种母体 然后就直接从他们之内 恶魔子宫 恶魔子宫是这个东西 是他们钢铁战士的技术 对 然后钢铁战士充满了就是大量的黑科技 然后充满了各种机械化的力量 然后跟这个就是原来的机械教 和后来的黑机械教关系都非常好 就是没叛逃的时候 首先跟机械教关系就不错 对 后来叛逃也就是黑机械教 关系都特别好 所以经常是能得到这种太坦军团的支持 而且有很多这种重型的 就是坦克和就是比方上超重型的坦克一些 他原来就是在规则里头 就是在那个侯兹斯叛乱的那个规则里头 就是佩特拉伯他自己可以开一个影刃 是当自己的座机 自己就可以 对 自己可以开影刃 佩特拉伯那模型也特别帅 就是他是一个就是整个 就是你就想那个普通的那种中学者 不是一个大铁壳 然后一个脑袋吗 然后佩特拉伯是他自己是一个 就是整个一个特别大的铁壳 露一脑袋 就是他是原体体型 然后他弄一个就跟大冰箱 一个大装甲特别厚 靠在这身上 就是有一个那个 就是《飞出未来》 《飞出未来》那动画里头 有一个机器人叫Bunder 然后 是那个造型 就是有点 就是感觉是一个大冰箱 然后露出一个小脑袋 然后称两只手 当然就是反正时间准会贴图的 我觉得我形容可能有点往搞笑方向发展 就他自己本人也是一个整个覆盖 在一个特别厚实的盔甲里头 然后就露出一个面部 然后头上还接着很多管 然后身上就是背上架着很多炮 然后手臂上也有炮的这么一个 就是一个造型 因为G君一开始讲混沌中枢 是也说过 钢铁战士也算是在混沌里 立的非常稳的一个冰箱 其实很厉害 是我听的意思 就是有各种 就是他在混沌里 算是一个比较实力强 实力强大 而且资源多 而且建制比较完整 然后只不过他就是 佩特拉伯自己还 就是他自己比较宅吧 就是他是技术宅那种感觉 然后出门的时候不多 就是从孔居之间杀出来的时候不多 比较低调 比较低调 就是一心探科技 在孔居之间里 小时候过得都挺好 一心在自己星座上玩Minecraft 差不多是这么一个 然后佩特拉伯自己性格也特逗 然后他就是那种 就跟人聊天谈判 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 行不行拉倒 不是不行拉倒 就是比方说 之前有三段这样的描述 一个是跟一个前侯伏斯之子 一个是在一个 是恶魔世界 还是顿道世界上 然后跟一个 黑鸡教教的一个恶魔吧 然后还有一次是跟安格隆 就三次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套路 就是那边出来人 然后这边佩特拉伯出来 说我们谈谈吧 然后那边一通嘴炮 然后佩特拉伯说 行你说的挺有道理的 但是我觉得不行 然后就是不行 手一招呼 然后周围一圈 钢铁杖出来一围 然后开始各种激光炮 然后各种导弹 然后把对边哄成渣 然后跟鸡蟹教那也是 鸡蟹教跟恶魔后来也是 恶魔说 反正你怎么早晚 聊多少混沌 然后我给你提供什么 各种各样东西 然后听 行说的挺好的 但我不听 然后大手一挥 后来又出类情人 定光一通嘴又死了 跟安格隆那个就好一点 因为毕竟对面也是原体 就是聊了一整天之后 我还觉得好像还是不太行 大手一挥围着女人 一通射 安格隆是一个原体 然后扛了很多枪 然后跟他打了两项 然后把他盔甲也打了不少 然后他也打 安格隆打了不少 然后最后反正 就散了 最后还是一通射 最后安格隆也撤退了 确实是很有意思一个人 话不多说 然后就是开炮 就开炮 就意大利炮搭上的那种 很好 那现在我们就 钢铁战士的风格 钢铁战士讲到这 我们就相当于把 混沌的九个军团 就是初创的九个军团都讲完了 相当于把最初的混沌的故事 现在是给大家简单的设了一遍 然后差不多 还有稍微有点时间 还可以稍微聊一聊 比如说之后我们 跟混沌相关的 可能还要讲点别的什么东西 对 回头是不是可以 我想是把伊斯坦三和伊斯坦五讲一下 第一个是 开始打架判断的第一枪 这个是判断开端的 判断开端 然后第二个是 因为伊斯坦三是 我是不是又说错 总之三是 清除混沌方自己内部中成派的战斗 然后五是 这个跟中成方打的战斗 就是打的第一次 就是想消灭中成方 骗中成方过来 跟他们打 混沌里还有中成的是吧 对 就是最开始判断的时候 肯定有人想判断 有人不想判断 他们得先去把这些一击给清除了 所以他是设置了这么一个战斗 然后包括之后混沌 可能我们会讲讲别的混沌人物 混沌人物或者一些去事 或者一些新的团 新的团 到时候我们可以归隆归隆 给大家一次的挨个讲一讲 混沌团比如九个原体的 如果还活着 基本都是现在都是恶魔王子 都是恶魔王子 对 没有不是的 当然阿尔法是很迷 阿尔法那个团是充满了迷的战斗 原体活没活死没死 什么状态也不好说 目前看小说是说是死了 当然这种事 因为是阿尔法军团 所以就什么都有可能 有可能 上次我好像 我不记得讲没讲了 可能没讲 就是阿尔法 他不是最开始阿尔法瑞斯 到太阳系战争 跟多恩打的时候 被多恩给干掉了吗 是的 然后在那个小说里 他写了一个东西 就说阿尔法 阿尔法实际上 他自己有很多外星人的科技 因为他跟这个异教 什么的有关系 他有很多这种外星人的东西 然后 而且他思想不要开放 他会去乐意用一些西谷外的东西 他里头有一个设置 有一个装 就是有一个东西 有机器 这个机器是能 就是把人的灵魂 或者说人格去交换 然后 他在那个故事里 阿尔法瑞斯是把自己的意志 人格给一个和一个智库给交换了 就是那个智库的身体是智库身体 但是思想是阿尔法瑞斯的灵魂 然后后来还用催眠装置 把自己的 就是自己做这件事给抹去了 然后最后在那个就是开始执行任务的时候 通过这个就是暗示的那个解除暗示 然后他把这事想起来 然后他想起自己任务 然后他再去干他阿尔法瑞斯干的事 所以当然最后还是被多人杀死了 但是说你就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会以后有伏笔 然后是不是又起到什么作用 比方说这个 吉尼曼杀的那也是一个交换过 这个灵魂的交换过人格的一个 一个伪装的一个 因为他确实可以又交换 又完全的去这个忘却自己是谁 就是说你是原体 你觉得是原体 所以你也分不出来 假的Snake 对 假的Big Boss 就阿尔法经团 就是那种 别战风 一魂大法 而且你说这东西能不能复制 然后阿尔法到底有几个原体 我不知道 为什么阿尔法能把无畏渗透到帝国 我不清楚 你高兴就好了 想怎么写怎么写 没错 所以这个混沌还是非常逗 之后我们再想想别的角度 再对这个混沌 再做一些这个介绍 各式各样的可能比较有趣的故事 或者是更细节的东西 其实混沌整体来说 这个斗的地 很多好像斗的地 很多都在恶魔那边 是 然后因为恶魔那边 竟是一些这种 就是一种概念 理念 然后一种很多古典的那种感觉的故事 然后这个 混沌军团这边还是比较 人文一点 然后苦的剧情多一些 是 那之后我们也有机会 这个讲讲 除了大发乱 讲完之后 我们以后也 将有恶魔什么的 然后还有那个 回头可以讲讲 就是 就是 爸爸 然后因为 新故事 对新故事 因为现在是地球被 不是 银河被那个 就混沌 力量给撕开了 然后 有一片区域是完全 和帝国师联系的 就是混沌在里头干什么 什么的 当然其实官方这个也没有推进太多 也没有怎么说 那个就是帝国暗面发生了什么 不过最近也是有逐渐的一些 那个信息 说到这个 还真有一个挺逗的事 就是 最近要有一个黑军团的更新 然后 他战役是一系列的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系列 他就是有开始的 就是前期预热 然后后期怎么着 他肯定是有这样的宣发节奏 对 然后开始的时候 他们出了一个特别炫酷的模型 然后 就是这个模型 一只手是一个闪电爪 然后另外一只手高举着一个毛 然后 带着一个骷髅的头盔 然后背着一个 就是上头插满了 那个 人头和骷髅的脑袋的背包 叫喷气背包 这么帅 然后 出了这样一个人 是个术师造型 还是一个特殊人物 是 然后 然后其实不是树上 他是喷气背包 肉我系大哥 然后大家都觉得 哇 这个好厉害 然后而且他还写了说 这个是这个黑军团阿伯顿的先锋 因为其实阿伯顿自从这个 就是八板之后没怎么出来 因为八板之后出了很多原体 这个 阿伯顿就 阿伯顿就 辈分尴尬 对 而且尤其是阿伯顿之前 一直是作为这个混沌星星战士的代表 而他的名言又是原体的时代结束 对 然后现在就很不知道怎么写 因为原体的时代好像又回来了 好像又回来了 他就很尴尬 就说他胡说 然后 这个 然后 然后就 现在终于开始 可能找着一个什么折 开始写阿伯顿了 然后阿伯顿要打一个叫 卫术星 还是叫警戒星 有很多翻译 打那么一个星球 先是来 海里帮黑军团的先锋 其中刚才这个很酷的拿毛的这个老哥 就是一个先锋 然后 这个还是一特殊人物 让大家觉得特开心 一定厉害都不行 然后 而且还放出谣言 还放出话 狠话 说这个人 就是向这个星球地表上去大瓦波广播 说 这个 我只要我要八十天拿下这个星球 跟阿伯顿说 八十天拿下这个星球 这话说了不错是吧 然后再看一下帝国那边新出的模型 是这个 U团的这个卡尔加 这也是恨人 然后就觉得这八十天好像不太现实 不太现实 flag已经立下来了 然后最后再拿到规则一看 就 就属于你上桌玩 你可能会上一些强力单位 然后强力单位之后是 你可能会上一些你比较喜欢的那种模型 对 然后还有一些 除了这两种以外 还有一些是那种 你就算喜欢你可能也不愿上的 然后这个八十天歌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规则就弱成这样 然后还吹牛吹的特别多 背景上写的还挺逗 说这人什么 就是宝尝兵法 然后什么马格努斯的卷轴 什么佩特拉伯的工程技术 什么阿伯顿的军团 盖药全都看明白了 然后他是一个什么 极战术战略于一身 怎么这么厉害的一个人 然后来到这个星球上唯一干的一件事 就是大喇叭跟所有人广播 说你们等着八十天拿下 八十天之后我顿哥来了 你们别跑 就这么个事 就这么个事 行吧 还挺逗 可以说成为了新时代的混沌血型 可以 看起来这个故事继续推进 还有很多乐子 这种人物实在有没有可能伴助吃老虎 就是开始有一个规则 把它写的很弱 然后后来出现一个什么剧情 但是真实实力的 这个真不知道 在显现出来 搞不好 是个局 但是从各种各样的描述来说 感觉就是一个那种 儿童童话片里头四大天王 然后四大天王最弱的 感觉是这种 不像是能有什么 就整个这故事你就觉得这逻辑特别弱智 不过这个大战役 最关键的是 他那模型拿着特别炫酷的锚 然后那个锚是一个射击武器 不能肉搏 然后射击武器比爆弹手枪就好一点了 这边规则有点尴尬 相当等于一个能打一线的重爆弹 重爆弹能打三线正常 行吧 所以不知道怎么想 这个八板 其实这个人物也相当于一个完全的大战役 这个大战役其实G军之前跟我们简单聊过 相当于 而且这战役很复杂很混 他什么势力都有 也入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主要的 或者是高人气势力 寿人帝国 鸡嘴叫 好像还有爱达 这些都集中在这个号称八十天要打下来星球上 所以这段故事我们可以再等一等 不知道他是 GW会打算用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逐渐把它铺开 他肯定他应该会分几本 然后去慢慢的写 然后每出一点去推一个新模型 然后放上新规则 所以到时候有机会 我们肯定是要汇总一下 给大家讲一讲新时代发生的事 当然也有感觉可能挺弱智 就两句话讲了 大家就回头可以当个相声节目 反正近期我们要准备了 可能就是说我们再讲讲这个枯顿相关 讲讲这个大叛乱 讲讲这个恶魔相关的故事 或者讲讲那个就是后来叛逃的那些军团 比方说红海盗 还有什么星空渡达者 是 比较有名的一些 行 那我们这期就先讲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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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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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 drive all through the night The heat's over in the weather The barren empty sky No oasis here to say Send is singing deadless words to me Can't you help me as I'm starting to burn Too many doses and I'm starting to get an attraction My confidence is leaving me on my own No one can save me and you know I don't want The attention i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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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just to my new sights The railing tire lights will take me to new heights My hand is on the trigger, I'm ready to ignite Tomorrow might not make it, but everything's alr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Me